为了行销南台湾的农特产品 高雄市长陈菊以及屏东县长曹启宏 特别联合促销 在高雄市以封街的行事 举办农特产品的展售活动 高平地区总共有60个农业产销班 产销班的学员把辛苦种植的水果摆摊 让高雄市都会区的民众都可以就近购买 也有来自高雄区桃园区的梅农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举办常态性的促销活动 协助他们推销农业产品